《財政預算案》將會在兩星期後發表 立法會選委會界議員鄧飛質詢政府 會否繼續推出電費補貼及消費券等措施,輸解民困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蓮說 恢復民生及穩住社會大局是政府的主要任務之一 但當局同樣有需要增撥資源去推動經濟發展 強調政府需要審慎理財,量入為出,應勢則勢 他承認,不同階層市民對經濟復甦的體感溫度有落差 一些曾經實施的紓困措施未必適宜一刀切取消 相信財政思想會通盤考慮 陳浩蓮又說,通關後各種經濟活動都加快恢復 預料會帶動本安出口、運輸、物流、餐飲等行業 相信新一年經濟會更好 他又指,當個明白不少市民都期望繼續有紓困措施 但政府同樣需要增撥資源去推動經濟發展 加上面對財政赤字 在有限資源之下,政府需要確守審慎理財的原則 在權行紓困方案及推動經濟時要通盤考慮 選委會介意元素長榮質疑 通關後來港人數必定會幾何級數增加 經濟及產業的恢復或導致百物騰貴 影響本地市民的生活質素 而新聞黨何景康就問及,政府會否向中門戶出商量 他指出,雖然本港經濟勢頭向好 但就較難帶來即時的效果增加市民收入 而市民仍要面對通脹壓力 請留下